木叶创立逐渐是一个很多人还没招募就先要调整一轮的认证 奥移点上线增加到6个 开启木人之数消耗的奥移点也变成了4个 这个也是跟惠图解班的完成体系的浓户保持一致了 但现在有个问题啊 惠图解班的完成体系的浓户是可以持续7秒 而木人之数的时间会更短些 所以这个在强度上就有差异了 虽然木叛立逐渐是可以攒到5豆或者6豆再开木人之数啊 但前期怎么打呀 4豆之后双进的全交 对面提升你不开木人就只能交通链或者是走位 关于开启木人之数后释放技能是否获得奥移点 之前的设定是木人之数结束后才扣出奥移点 所以你也不知道具体的情况 改动公告里也没有明确提到 不过可以在练习场通过除墨密件测试一下 木人之数的技能是可以正常获得奥移点的 只是原本就是满豆状态 上线只有4豆所以也看不出来 现在还不好判断改动后的木叶创立逐渐强度如何 假设你开局用双技能拿豆 开了木人以后也没有技能 落地后就是零豆状态 你如果用木人拿到鲜手还好说一些 如果没有拿到鲜手 对面抓你后摇 你就一键轻斗了 那这样的话 感觉改动后带查克拉密件可能容脱率会更高一些 但这样也会缺少民生们无风抓取冠商的能力 那在更新上线之前 我们再来最后看一下4豆的木叶创立逐渐实战效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